大时说我在录上一轮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一定会是我喜欢的 在四川 然后跟你一起录了大概五六天之后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 我特别喜欢有故事的人 其次在我们一些相处的一些细节里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温暖的人 然后那天我在看日出的那天 因为就是太晕了 然后我就没有来得及走的时候 跟你打招呼没有加你的微信 然后我无比后悔 真的 真的 两个温暖的人在一起 整个世界都会被阳光照亮 宋艺和马天宇是什么神仙联斗 两个人在一起的画面简直不要太甜 相比较甜的画面 两人更像是有一种引力 让彼此互相靠拢 他们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 因为适配感太强 沃少网友表示磕到了 当费心想回自己星球的小王子 遇到了来找自己的玫瑰公主 王子又公主的陪伴 找行回家的路似乎简单了一些 一个就像是秋日里 赞满丰收希望的秋风让人欢喜 一个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 用自己的能量照亮整个世界 马天宇和宋艺的相遇 就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 他们即使无言 也是非常的了解彼此 在参加节目的时候 马天宇变成随时保护宋艺的骑士 并且称呼宋艺为公主 他们骑着骆驼行走在沙漠 马天宇开玩笑说 感觉就像是宋公主去和亲 我准备这两年就退了 就我前两年一直在休息 我觉得正好想问你 为什么给你弄于这地儿 特别符合你的人生态度 少拍戏多玩 是的 是的 我接着一听说 然后来露营 把我开心到飞起来 我 我今年春节就一个人 我真的是一个人 在北京啊 你没回山同老家 骆驼对于三半悠悠的前进者 骆驼上的人 不但是去追星星 更是去寻找新的方向 他们抵达藏区的时候 需要自己动手 宋艺和马天宇在制作酥油茶 一个在介绍酥油茶的制作方法 一个配合表演 甚至不少网友都在说 像起了新婚夫妇 招待来宾 并且他们还有一个特别搞笑的外号 宋艺给自己取名铁锅啄马 而马天宇则是马师饼店的传承人 马天宇想叫宋艺的名字 没想到口误叫成了铁蛋啄马 反应过来的宋艺及时纠正 马天宇趴在他的背上 笑得无法自拔 宋艺在骑电动车的时候 重心不稳 摇摇晃晃 马天宇急忙去扶着他 后来等他稳定地坐在电动车上 马天宇顺势坐在后座上 画面简直不要太甜 看到两人的相处 不少网友都说 懂事的导演已经开始给两人弃剧本了 想必如果他们合作一部戏 一定会大火吧 马天宇和宋艺都属于百大的CP体制 不管和谁在一起 看起来都非常的登对 所以当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画面是如此的和谐 不过要说是什么突然让大众科技的两人 如果我当时没有那么想吃那块巧克力 或许我就是一个有妈妈的孩子 因为我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 我大概是四岁吧 还是五岁的时候 他就给了我的钱 然后让我去买 给他买安眠药 海耀书两人在星空下的对话 宋艺直言 马天宇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而自己是非常喜欢有故事的人 在星空下 两个人坐在沙漠中互足心事 是对彼此的信任 更是彼此的吸引力 两人同频的对话 使他们更加了解彼此 宋艺和他说 自己从小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 长大以后依旧会面临非常多的压力 在之前谈角色的时候 一位导演直接告诉自己 并不是第一人选 后来想再次争取一下 结果无疑是失败的 失败后自己坐着飞机回了家 马天宇直接说 当时你一定非常难过吧 之后他分享了自己之前的经历 前几个月父亲去世 把自己关在家里一直没有出门 母亲从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自己和爷爷奶奶姐姐一起长大的 宋艺听到之后眼睛也红了 想必他能感受到他的难过 此时也做到了感同身受 之后宋艺直接说 我特别喜欢你 上次遗憾没有加到微信 本以为没有机会见面了 结果这次又回来了 真的非常惊喜 马天宇直接说 一会就加上 想必两个温暖的人在一起 整个世界都是四季如春吧 这次又回到我们的家里面了